被告了,離職之後,從事同樣的行業,被人家告,最後判刑了 凡子總總都是涉足機密 所以剛剛有講說保密協定,有的人講說他曾經擔任什麼要職 實際上你看他有沒有簽過保密協定,你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他到什麼程度 那簡單講就像加入幫派一樣,你想要離開的話,三年之內不能從事同樣的行業 這就是典型 那我剛剛講到那個,先生我就曾經跟他講說 你的學長們都已經在綜藝節目,電視綜藝節目裡面出現,錄臉了 你現在連一個陷阱,連抓一個什麼,抓一個蛇的做一個陷阱,你都還覺得是機機密 你所有受訓的那些內容,你都當作是機機密,我是覺得非常之可笑 他被我刺激之後,當然也透露了一些東西了 那個東西但是因為他有職業性的抗拒 所以有的人說你在錄影的時候,他好像衣衫不整 或者講話很粗魯啊什麼什麼,其實都可以理解 傳統的那個台灣傳統的土師傅 就是師徒你要教你的徒弟東西的時候 通常他們不是溫言軟意,而是用三字經痛罵 都是罵人家祖宗啊什麼的,這樣的罵 那如果說你要問說為什麼有這樣不良傳統 那老師會告訴你說,你要耳機面密,你要用這種髒話罵他之後 他會記得很清楚,他會懷恨,懷恨之後順便把技術融合在一起 然後順便把那個注意點,因為他可能這樣會把機器弄壞 他會把產品弄壞,會前功盡器 所以你在那個適當時候要這樣子大力的刺激他 讓他記得很熟,這是老師傅的說法 各位以為說這是土師傅才這樣,托師傅才這樣 各位戰鬥機的那個駕駛員訓練的時候 他的教官在用那個無線電跟他對話的時候 講的全是三字經 然後那個飛行員,那個戰鬥機的飛行員 不管男的女的,包括太空人在內 他們常常在無線電裡面講話的時候 也是三字經,為什麼? 因為他很危險,他的工作非常危險 他很戰戰兢兢的時候 腎上線基礎高度分泌的時候 他很容易就會,如果不講點髒話的話 他很難會釋放壓力 你不要以為說那些空軍艦兒們戴著墨鏡 穿的那樣子很帥 你以為他會出口成章 對,他出口成章 對,他出口成章 骯髒的章 這很正常 這就是從事這些 有一些冒險活動的人 或者從事機密的人 難免 剛才講那個師傅要放工夫給徒弟的時候 用章話 還有那個蝶元 也常常會這樣 那個先兄常常會講 那個算了 我還是把它不要講 因為那個講起來的話 可能會對很多人聽起來覺得很難很難聽 簡單講就這樣 以上我都能和各位分享 機密是什麼回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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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